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下一步呢 做忍气吞声 什么叫忍气吞声 就是忍住气不呼 只吸 吸三次 每次吸的时候 只吸一半 留一半 留到下一次再吸 总共吸三口 吸三口以后 你口腔里面的舌头在口腔中搅动 要生成唾液 唾液满口以后 孤灯有声吞咽下去 这叫吞咽有声 所以前面叫忍气的功夫 后面叫吞咽有声的功夫 组合起来叫忍气吞声法 吞到哪里 它自然是到胃里面去了 所以你随着孤灯声 你的念头要到胃里面去 所以忍气吞声 总共呢 你们每天争取接下来的时间 都做它 每天做三百六十次 但是不是一次做完 你想起来就忍气吞声 想起来 那一天做三百六十次 你们如果是连续做 你们中间年轻的七天 你会发现你的脸光亮起来 如果年老的十五天 也会发现自己的皮肤软了 老年斑开始淡了 然后这个皮肤开始变得柔软 有光泽了 这是一个高级的 这个由老返还 还童的 简单的技术方法 那么随着这个吞声 一定要把念头到胃里面 这叫真心到位 又叫把心放在肚子里 好 大家现在做忍气吞声法 看着自己的鼻尖 然后恍恍惚惚 呼吸调匀 现在深吸气 鼻子吸 吸 吸住 闭 不要呼气 闭到一个不能闭的时候 再鼻吸一口气 吸 吸 再闭住 把气往肚子底下压 这个胸膜下面压 不要让它上大脑 往下压 它就下去了 好 第三次 吸 闭住 脚动舌头 舌头脚 脚到嘴里有口水寒住 口水会越声越多 然后声到差不多多的时候 咕噔一声吞下去 吞咽 你听着咕噔一声下去 然后随着这个咕噔声 自己的耳朵听向胃 眼睛看向胃 自己的身体空 看到胃这个地方 眼耳鼻是深的意念 都在胃这个地方 全身要放松 面带微笑 第二次 这个放松 不管呼吸 口鼻有气出没气出 都不要管它 不要专注它 再吞声放松 吞咽放松 我们第二次 吸气 吸 闭一下 吸 闭一下 吸 闭一下 好 卷舌 叫舌头 这个叫脚动滑持 使自己的口中 变成金金玉叶 满口 吞咽 随之响声 真心到位 一年到位 安置在位 第三次 吸 真心到位 眼耳鼻声声音都到位 从位这个地方看 有一个点是透明的 真尖大小的一个小亮点 然后这个点 然后慢慢地放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360度放光 能放光是它的本性 你用意念不要用想象 意念告诉它放光 它自己会放 不用你去想象它再放光 当有光冲上来的时候 你注意舌顶上和嘴唇亲笔 这个时候舌头中 很自然地会生成口水 然后向下光照到涌泉 前面照到你的手心劳工 然后颅脑腔里面有光 胸腔里面有光 下腹腔里有光 充满你的脊椎骨 身体所有的骨 然后放松 内观自己的脾胃中间的光 像大太阳一样浪照 有一束光 穿透自己的百慧 哗啦 两扇门打开 一束光 凶到天心 天心的光 有一束光下来 顺着你身体的正中脉线 连通地心 卡到地球的核心 地球的光 地球心里面 地心里的光上升 通过你的身体正中央 然后天上的光通过百慧下来 在你的心间 也就是黄庭 脾胃后面有个点 碰碰撞放光 一旦天地在这一放光以后 哗 你会感觉到一种金黄色的光 瞬间透出 把身体的毛孔炸开 整个的人 像冰融在水里面一样 瞬间融合在一片光的金光里面 自己的眼耳鼻水身意 都在自己的心间 胸膏膜下面的 胃后面的虚空里面 有一个黄亭 这么一个点 像大太阳 放出金黄色的光 然后观这个光中 有一个金黄色的六合体 有上下四面 前后左右 然后把这个内观 观在自己的心间 这是你本代的 记住 它这个粒子是属于颗粒性的 它本是立方体 这个叫本有洒头 本有宫殿 不是外来的 是你自己的 然后 好 把这个小六合体 然后通过你的这个中脉 然后让它顺着光上升 然后从你的百慧穴出体 到头顶 这个小六合体很小 大小你不用管 老师说它有 它就是有 你关着它 关着它以后 然后把它用男的左手心 女的右手心 男的抬起左手 女的抬起右手 然后从天门 这个金黄色的一个透明小六合体 飞到你的手心来 注意是男的是左手心 女的是右手心 两只手可以同时体验一下 男的左手有一种感觉 闭着眼睛 不要睁眼睛 不要想象 女的右手心有一种感觉 那就证明 你已经和这个金黄色的六合体相应了 然后呢 把这个小的六合体 然后回去以后呢 你想着把它 你到了家以后 你把它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的中心点 中心点在哪你不用管 它是带有灵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把它 现在你就观想 你到了家 把它放在家里 那么让它去中心点 去中心点以后 看着它 瞬间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到你的房子的和房子的六合体合一 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房子的天花板和六合体的天花板 像天上的那一片街 下面的跟地上的那一片街 四面墙跟四边的街 融合成一个整体 然后注意的它是个六合的方正立方体 所以你的家是不可能是一个正方形的方正体 那你就取家中最大值 什么意思 你是一个三层楼高的 最大值就应该是高层 就是高度 如果你是一个长方形的 最大值是那个长方形 用那个方 就是这个立方的直径 一定是最大值 那你不管是不是会到邻居家 还是到楼上那一家 还是到楼下那一家 你不管 你就取最大值 让它去合在这个最大值上面去 然后这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你合一个掌 完了把它放出去以后 你合个掌 在家里合个掌 你不论在家里的哪个点上 都可以合掌了 合掌以后 请大家合掌跟我来 合掌 合掌以后 就是来 跟我有些话来学 那么这个录音会 在网上还有很多天 你们回去可以查看 不要紧 是跟我来送 左青龙 右白虎 上有朱雀 下玄武 四灵护宅 邪不迁 左师科护 保道生 念完了以后 关自己家里的那个中央点 放一道金光 你的这个六合体和这个房子 融合成一个整体 融合成一个整体 然后呢 这个 左青龙 就是在你的房子的青龙边 它会飞出一条青龙 右白虎是在 你不要管哪是青龙边 白虎边 因为你还没有跟我学这个实战 没有学具体的 你就这样念 它自己会跑 这是属于这个我们叫这个神明界和你的这个百分之九十六的神明界和你自己的百分之四的世界融合的方法 神明当然比你聪明 你不要去管 所以说朱雀玄武 是青龙白虎 是跟天上的二十八星耀相连的 跟地上的二十八星耀也是相连的 二十八这个方位 这个是相连的 所以是那么天地 人三才二十八星耀 二十八方 然后联合在你的这个房子周围来护持你的房子 成了一个内方外圆的一个球形的场 就像一个磁铁 外面有一个球形的立体的一个大圆磁场一样 所以是那这个工作就完成了这个解戒 那么你要解戒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什么 就是刚才讲的风水柴位调起来 那如果是那么你们不相信 说自己做好了还是没做好 那你在合掌 说请张不生老师相助 祝弟子圆满成功 这个会念吧 你就是真心深真意的 请这个肥老 这个胖乎乎的家伙 去你那帮忙一下 是不是 那你来不来怎么办 你不要管 他肯定好使 我说的让你做 我们这叫真言宗 真言宗就是老师说了 你做了肯定就赢了 掌声一下 这就赢了 懂吗 一定要请他帮忙一下 那如果是你请了这个正宅牌 回去怎么用呢 那你做完这个以后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然后把这个牌挂在你大门的 上面的正宗旁 那么有的这个 如果是公寓 它上面搞不了 你就放这个左右旁边都可以 因为它顶上没那么高 你是这个独立室 半独立室 你就找大门对着的那个正中间 你的外面的大门对着的 如果是你那个 刚好你的那个进楼的大门 和这个外面的大门不是一致的 那你就贴在那大门的中央 就是进去楼里面的大门上方的中央 这个彩色的 正面带五行能量的 然后朝外侧 四边 两边你用上不干 那个叫大拨胶 双面胶 这个粘上去 或者这有一个钉孔 你钉上去都可以 那么这个 如果用上它 几乎你做完了以后 所有的鞋的东西再也不可能进去你的房子了 当然你这个要友好一下 那么你在做这些事之前 先在家里祷告一下 你没开始做六合姐姐的时候 没把这个小金色的六合体放出来的时候 你向这个什么 这个打声招呼 就是家里不该待的 眼睛看不到的好兄弟 这个动物灵 还是各方的神明 不应该待在家里的 请你们都出去 那么我奉张老师的命 我要进行解戒 不要伤到你们 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就前面祷告 后面释放六合体 做完解戒 挂真宅牌 那这个就是利用春节前这个时间段 自己把自己的房子 这个舞台 你就进行了一个重心不景 那么见验就是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至于说那个利己到底在哪 那个是不是画一个图就能找到的 将来有机缘的前期下 那么再向我请教 你拿到你的这个宅子的图也好 或者什么 那么再来向我请教 或者请我到你家喝杯茶也OK 所以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家要根据这个 就是去做一下 在新春借助这个玄门的力量 借助神明的力量 借助风水的力量 使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历程 所以是那么时间不早了 那么剩下一件事 就是给大家送祝福了 掌声一下 好 那么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风生水起 身体健康 合家欢乐 然后呢 财源广进 然后你们正念所想的 所有的事情 吸令满足 扎西得乐 吉祥如意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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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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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